制造刘成杰冠军孙瑶的这些人就孙力军吴征 听说吴征在这事上就拿走150万美元 给杨兰做出来七八七天堂与蝼蚁的战友也已经消失了 我们最早期爆料革命的七八七和蝼蚁的视频 和当年中央电视台和RPLTPG 共产党吴征灭爆小组搞出来的所谓假刘成杰冠军的视频 一对比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共产党 还有这个习近平王岐山孟建柱曾庆红 傅振华刘延平不过都是这场戏的牺牲品 包括习他们过去讲给中国人的反腐啊 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啊都是假的 爆料革命坚决的要消灭以黑治国 以警治国以反腐治国的这么一个流氓组织 中国共产党